九欲见地 第4621章 元血争夺战 作者 少宇 面对这金圣祖的拉拢 那天龙之主却是平静地开口道 将元血交给我 我放你离开 天龙之主也并非是愚笨之人 他也知道这金圣祖拉拢他 不过也只是想要借助他的力量 去对付这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二人 而一旦是让金圣祖再度找到机会 金圣祖必然是会拿着元血 趁机逃走 尤其是在现在 这金圣祖已经是施展出十之轮的力量之后 天龙之主对于这金圣祖 现在心中自然是更加的忌惮 时间之力 是最为神秘莫测的力量 也是最难以对抗的力量 刚刚金圣祖可以在他们三人的面前 硬生生地将那元血夺走 就足以证明 这时间之力的可怕之处了 所以现在 先解决这金圣祖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对于这元血 金圣祖的威胁显然最大 该死 听到天龙之主的话 金圣祖也是愤怒地咆哮一声 他也知道 拉拢天龙之主的计划 已经失败了 既然如此 这金圣祖的眼神之中 也是露出了几分疯狂之色 没有人可以阻拦我 这元血必然将属于我 金圣祖高声咆哮道 在这咆哮之间 一股股血气 从这金圣祖的身上冲天起 这血气之强笼罩天地间 而最终这些血气 却都是汇聚于这金圣祖胸口之上的 奈石之伦之中 不好 他又要动用石之伦的力量 对于这神通纪元的两大时间质保 在场的其他舞者 虽然没有得到过 但是却是听闻过一些事情 第一点 便是这两大时间质保 是无法认主的 而想要催动其中的时间之力 为自己所用 唯一的一点 便是需要大量的血气 来血迹先兵 恢复这两大时间质保的力量 而现在这金圣祖催动血气 正是要施展石之伦力量的前奏 在看到这一幕后 那黑枪太使者 神霄武帝 天龙之主 都是不由自主的凝聚力量 抵挡在身边 时间之力 诡异莫测 一旦是这石之伦的力量爆发 时间就会停滞 而他们的力量 甚至是思维 都会在这一瞬之间停滞 而这 也是会令他们一瞬之间 再也没有了任何的反抗之力 一旦是时间停滞 而这金圣祖又趁机出手的话 一瞬之间 都可能令他们重伤 甚至是身陨的下场 这一点才是众人 对于这石之伦 无比忌惮的原因 所以现在看到金圣祖 即将再度施展出石之伦的力量 所有的舞者 都是汇聚力量 准备防守 而看到这一幕的金圣祖 脸上却是浮现出了一抹诡异笑容 这血气被石之伦吞噬 但是并没有时间之力催动 反而是这金圣祖的顿光 却是化为了一道血红色的光芒 猛然冲着心弓入口的方向冲了过去 演戏 这金圣祖刚刚看起来 是打算催动石之伦的力量 来对付这三人 但其实 这一切 不过只是演戏罢了 这金圣祖的真正打算 竟然是想要逃走 趁着众人都是将力量 凝聚在身边 作为防御之用的时候 这金圣祖 却是突然爆发出秘书来 他顿光的速度 都是加快了数成 这顿光的速度之快 令所有人都是来不及反应 这金圣祖的顿光 直接是冲出了 天龙之主三人的包围圈之中 向着心弓入口的方向飞去 而这个时候 众人才是如梦初醒般 他们被这金圣祖骗了 不过这一切 也是因为众人太过忌惮 与这十字轮的力量 才会给这金圣祖 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好机会 等到众人再度催动顿光 准备追击上去的一刻 这金圣祖的嘴角 却是浮现出一抹冰冷笑容 晚了 石之轮 哼 就在这一刻 在这金圣祖胸口之上的石之轮 却是轰然之间力量爆发 刚刚金圣祖所做的那一切 并非都是演戏 他以大量的血气 为石之轮 却是恢复了足够的力量 让如今这石之轮 已经是有着再度被催动的力量了 只见这石之轮的力量连连爆发 一股股的石之力 在周围流淌着 这石之力所笼罩的区域 其中的石坚 便是都彻底停滞 石坚停滞 这便是石之轮的力量 这种石坚之力 是根本无法与之抵抗的力量 若是无法参悟石坚法则 这石坚之力 便是近乎无敌的力量 就算是自身的石力再强大 也无法与之抗衡 那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 可都是在力量上 站在了先帝纪元顶点的无敌存在 威名显赫 可是如今 在这石之轮的力量 在这石坚之力下 他们三人的身形 却也都是一瞬间的 便是停滞在了半空之中 再也无法动弹 这石坚之力 令石坚停滞 不只是令这三人身上的力量 都彻底停滞了下来 就连思维都彻底停滞 三人的顿光 就这样定在了半空中 再也无法行动 辛辛苦苦积攒的血气 几乎都消耗干净了 看到这一幕 那金圣祖的脸上也是 露出几分愤怒之色 接连的催动石之轮的力量 也是令他将一直以来积攒的血气 几乎彻底消耗殆尽了 这种损失 可并不算小 不过一想到原血 金圣祖的脸上 最终还是浮现出了笑容来 这一次 只要是可以得到原血 那么这些血气的消耗 也就不算是白白损失了 有了原血 有了这主宰之血 他便是 就可以将这原血同时 来大大提升他的实力 只要是可以令他的实力 更进一步 那么 今日付出的这一切代价 可都是值得的 神霄五帝 黑枪太使者 天龙之主 还有那绝剑乌帝 哼 等我的实力更进一步 我必然会让你们一个个付出代价 吞噬小说网 金圣祖目光冰冷地开口道 他已经是准备 等离开了新宫之后 便是以最快的速度 将这原血炼化 也提升他的实力 等到他的实力 真正更进一步的一刻 就是到了 他可以准备复仇的时候了 九玉见地 第四千六百二十二章 楚风眠出手了 作者 邵宇 在这神兽密藏之中 跟他争抢圆雪的所有人 都将成为他的敌人 他要一个个报复回来 不过到时候 他已经是吞噬了圆血 实力大增了 这些人 也将再也不是他的对手了 对于这圆血 金圣祖虽然是第一次见到 但是 圆雪对于实力的提升 这金圣祖 却是在古籍之中 见到过无数次了 他也是无比期待着 等到将这圆雪彻底炼化后 实力可以提升到多么恐怖的境地 九玉 开天 这金圣祖的顿光 已经是一路畅通无阻的 来到了星宫入口的方向 只要是离开了这星宫 便是海阔平逾越 天高任鸟飞了 再也无人可以阻拦他了 到时候这圆血 也将彻底成为了他的囊中之物 就在金圣祖自信满满 催动这顿光 准备是离开这星宫的一刻 一道见光 却是突然凌空斩杀而下 跟这见光一同响起的 还有一道灵力的声音 一股杀意 突然涌上了金圣祖的心头 让金圣祖感觉到了一股剧烈的危险 有人偷袭 金圣祖脸色都是骤然大变 在这星宫之中 他本以为所有的对手 就是那天龙之主 黑一枪太使者 神骁武第三人 而现在这三人 却都是被他以十之轮的力量给控制住了 所以在金圣祖的心中 他已经是自认为再也没有任何的人 可以威胁到他了 这一路上准备离开星宫 也没有受到任何的阻拦 这一切都是让金圣祖 已经是信心满满了 可就在这即将离开星宫之际 这突然出现的危险 却是令金圣祖 都是愣住了 但是在这短暂的惊讶后 尤其是在看清楚了 这即将到来的危险 是一道剑光后 金圣祖一刹那间 便是回过神来 同时他也是反映了过来 这出手之人的身份 绝剑乌帝 金圣祖怒吼一声 你竟然还敢现身 若是所有进入星宫之中的舞者 还有谁没有出现过的话 那么就只有楚风眠了 不过金圣祖 在进入到星宫之时 他也是大概了解到了 之前天龙之主 跟楚风眠的一战 那一战之下 楚风眠都要几乎陨落了 虽然最终这天龙之主 没有成功阻拦住楚风眠 让楚风眠进入了星宫之中 但是按照众人的猜测 楚风眠只怕是进入星宫之中陨落了 毕竟星宫之中的危险 可不比外面少 像是其中的一些禁制阵法 他刚刚进入星宫的时候 都是在这些禁制阵法上面 吃了不小的亏 他都是如此 更何况是受了重伤 奄奄一息的楚风眠 再加上天龙之主 都是寻找楚风眠半天 却都是一无所获 这一切更是令众人坚信 楚风眠虽然是仅剩了一口气 进入到了星宫之中来 但是楚风眠最终 也应该是陨落在了星宫中的 一些禁制阵法之下了 尤其是接连的几次争夺 哪怕是原血出世 楚风眠却都是没有现身 庞佛是真正消失了一样 这才是令众人更加坚信 楚风眠已经陨落了 金圣祖也是如此认为的 所以当察觉到这出手之人是楚风眠的时候 金圣祖的脸上都是不由地露出了几分惊讶之色 不过在这惊讶之后 他的双眼却是变得无比冰冷 楚风眠既然是没死 那对于他而言 反倒是一件好事 楚风眠之前被天龙之主打得重伤 现在就算是没死 力量也应该恢复多少 若是楚风眠的力量恢复了 刚刚的争夺 楚风眠肯定不会不参与 所以眼前的楚风眠 应该也是知道他自己现在受伤极重 所以才一直没有出手 一直是等到金圣祖 准备是离开新宫的时候 才选择冒险出手尝试 这出手时机 更是意味着楚风眠现在力量还未恢复 一个受了重伤的楚风眠 这对于金圣祖而言 简直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楚风眠身上的机缘众多 毕竟楚风眠可是现在都没有踏入九阶先帝 便是就有着如此可怕的实力 得到过的机缘之多 可想而知 现在只要是抓住机会 斩杀了楚风眠 他便是足以夺取这些机缘 这对于金圣祖而言 无异于是天降宝藏 你真以为我的力量耗尽了 想要来出手偷袭 可笑至极 正好你送上门来了 我也就不客气了 你身上的机缘都将会属于我 得到了你身上的机缘 未来再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与我抗衡 金圣祖高声吼道 面对这楚风眠的剑光 金圣祖却是丝毫不惧 大手一挥 一道金光从这金圣祖的手心之中爆发 化为了一道巨大的长刀 向着楚风眠的剑锋斩杀了过去 在这金圣祖的眼中 现在的楚风眠应该是已经陷入重伤 力量也没有恢复多少 只要是交手 想要斩杀楚风眠 乃是轻而易举的行为 这一道金光化为的长刀 足以碾碎一切 不过这样的猜测 在这一刀一剑剑锋的一刹那间 便是彻底地打破了 楚风眠这一道剑锋 跟那金圣祖施展出的长刀 碰撞在了一起 这种交锋 只是在一瞬之间 便是奋出了胜负 这金圣祖凝聚出的长刀 被轻而易举地击碎 就这点力量 也想要杀了我 楚风眠现身 出现在了那金圣祖的面前 他的嘴角 都是浮现出了一抹冷笑之色 这金圣祖现在的力量 比起楚风眠想象之中的 还要更弱了 看来这金圣祖 经历了刚刚的大混战 对于他实力的消耗 也是无比巨大的 毕竟并非所有舞者 都像是楚风眠一般 可以在这新宫之中 吞噬太初之力 吞噬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来恢复力量 这金圣祖就算是一位九阶先帝 他身上的力量也是有限的 接连的战斗 还是令这金圣祖的力量 便弱了不少 吞噬小说网 这一次交锋 楚风眠甚至都没有施展权力 仅仅只是五成的力量 便是轻而易举地打碎了 这金圣祖出手凝聚出的金色长刀 九欲见地 第4623章 战金圣祖 作者 邵宇 随着金色长刀的破碎 这金圣祖也是脸色一变 不由地吐出了一口鲜血 这金圣祖 的确是在刚刚的战斗之中 已经是消耗了不少的力量 甚至是已经受了一定的轻伤 只是在这金圣祖的眼中 楚风眠现在的状态 肯定是比起他 还要更加糟糕就是 毕竟到了这个层次的舞者 一旦是受伤 没有千万年 甚至是数个时代的时间 绝对是无法恢复过来的 而刚刚楚风眠跟那天龙之主交手 可是被天龙之主重创 对于这样的伤势 几个时辰的时间 可以恢复的力量 无异于是杯水车薪 所以这金圣祖 在见到楚风眠的时候 非但是没有丝毫的担心 反而是一脸欣喜 准备是猛然出手 直接出手轰杀楚风眠 但是这次交锋 金圣祖却是明白 他的想法完全错了 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比起他想象之中的 还要强大太多了 这样的实力 根本是不像受了伤的 甚至是比起当初 楚风眠全胜之时 表现出的实力来 还要更强 怎么可能 你的伤势 怎么可能恢复得这么快 这不可能才对 金圣祖不可置信地大喊道 楚风眠现在的实力 完全超出了他的认知 那样的伤势 绝不可能会恢复得 如此之快才对 甚至是隐隐约约之间 楚风眠的一身实力 都已经有着几分 扑而厚利的意味在了 比起之前 甚至是更强几分 你 你得到了这新宫中的宝藏 突然之间 金圣祖的脑海之中 却是多了几分猜测 他已经是猜想到了 楚风眠这一身实力的 真正来源 极有可能是这新宫之中 先天神兽留下的宝藏 这一座新宫 其实是这六尊先天神兽 留下的一处传承之地 那源血 其实只是 留下的宝物之一 不过对于这一次 进入新宫的舞者而言 他们的真正目标 都是冲着源血而来 而且 先天神兽留下的传承 宝藏 却也未必适合他们 所以 所有的舞者 在进入到了新宫之后 都是聚集在了广场之上 去争夺源血 而楚风眠 却是现在才出现 楚风眠本应该是 第一个进入新宫的舞者 却是迟迟没有出现 再加上楚风眠身上 更是拥有这六大先天神兽的血脉之力 这新宫之中 六大先天神兽留下的传承 宝藏 对于其他的舞者也许无用 但是对于楚风眠而言 却未必如此 再加上楚风眠消射这么久 都是没有参与源血的争夺 让金圣祖的心中 一瞬间 便是有了猜测 楚风眠正是得到了新宫之中 先天神兽留下的传承 宝藏 才一举将身上的伤势恢复 甚至是实力更近了一步 不错 而面对这金圣祖的质问 楚风眠却是平静地开口道 这金圣祖的猜测也不算错 楚风眠的伤势 可以恢复得如此之快 其实也是借助了一部分 这新宫之中 六大先天神兽的力量 而楚风眠的实力 变得更近一步 则是跟他得到的宝藏 传承 不无关系 以你现在的伤势 想要在我的面前逃走 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乖乖将那原血浇出来吧 我可以给你一个痛快 楚风眠看向金圣祖 平静地开口道 楚风眠眼神之中的杀意 丝毫不减 他今日也没有打算 让这金圣祖活着离开 毕竟这金圣祖 可是身为万界的圣祖之一 万界可是楚风眠的心腹大患 这金圣祖 在万界诸多圣祖之中 都是实力极其强横的一位 实力远在那青刀圣祖之上 虽然今日楚风眠斩杀了这金圣祖 杀的其实也就只是 他的一道肉身 这金圣祖 身为一位九阶先帝 他的本体世界 才是他真正的本体 但是肉身被斩 也足以是令金圣祖的实力大大减弱 算是令万界失去一员大将 而且更加关键的是 楚风眠现在既然是知道 这世之轮在这金圣祖的手中 他也必定是 要将这世之轮夺取到手 到时候两大时间至宝齐聚 才可以发挥出 其真正的威力来 而楚风眠同时掌握了 这两大时间至宝 也可以从其中 参悟出时间法则来 所以无论如何 今日这金圣祖 也是楚风眠的必杀之人 可笑 就凭你 也想要杀我 绝剑巫帝 我记住你了 你的实力 的确是远远超出我等的想象 也怪不得戒主 都是对你如此在意 等我回到万界 必然是会召集万界诸多强者 彻底追杀你 你的宗门 古玉巫族 都会因为你而毁灭 面对着楚风眠充满杀意的话语 金圣祖 却是显得不屑一顾 甚至是出言威胁 庞佛 楚风眠的出现 也依然是无法威胁到他一样 他依然是可以轻易全身而退 毕竟金圣祖的手中 可是还有着一道无敌的底牌 他正是凭借着底牌 刚刚从那天龙之主 三人的围攻之下 逃出来的 眼前的楚风眠 虽然一身实力 远远超出了金圣祖的意料之内 但是在楚风眠的身上 金圣祖却是没有感觉到 时间法则的存在 而既然是没有参悟时间法则的舞者 在面对时间之力时 都将毫无还手之力 这 就是金圣祖最大的底牌 石之轮 金圣祖心中长笑一声 他猛然握住胸口前的石之轮 只见这石之轮 也是轰然变大 化为了真正的模样 青铜铸造的圆轮 浮现在了金圣祖的面前 这一次为了进入新宫之中 争夺圆血 金圣祖也是早早地 做出了万全的准备 他提前 以各种手段 来血迹先兵 为石之轮 恢复力量 虽然刚刚接连两次 催动石之轮 已经是将石之轮之中 本来储存的力量 消耗大半了 但是剩下的力量 依然是足以催动石之轮一次 YYXS Law 这 就是金圣祖最后的底牌 随着金圣祖催动石之轮的力量 在这石之轮之上 一股股的石坚之力涌出 轰然向着周围扩散而去 这石坚之力所过之处 石坚都停滞了下来 九欲见地 第4624章 对抗时间之力 作者 邵宇 时间之力爆发 楚风眠都是来不及任何的躲闪 便是被这一股时间之力所笼罩 楚风眠的身形 也是被定在了半空之中 一动不动 甚至是就连楚风眠的意识 他的力量 都是彻底的停滞了 在时间停滞的情况下 武者将毫无还手之力 无法调动力量 一旦是面对攻击 只能够是肉身硬抗 这金圣族也深知这一点 不过他的目光 在看了一眼楚风眠之后 还是选择了转身离去 石之轮停滞时间 每时每刻都需要消耗海量的力量 而范围越大 所消耗的力量 也就越发的惊人 虽然石之轮之中 依然是存在这一部分的力量 但是只能够维持一瞬 这维持的时间 虽然足以令金圣族出手 轰击楚风眠一次 而一旦是 可以轰杀楚风眠 楚风眠的一身机缘 甚至是他从这神兽密藏之中 所得到的一切 但是 一次攻击 却未必 可以轰杀楚风眠 楚风眠肉身的强横 他也是早有耳闻 如此冒险 倒不如先离开 以保证圆雪可以落入到了他的手中 反正只要是等到他炼化了圆雪 实力大增之后 有的是机会 可以对付楚风眠 金圣族插那之间 便是做出了决定 化为了一道金色顿光 全力向着那星宫入口的方向 冲了过去 准备是要离开星宫 可就金圣族刚刚催动顿光的一刻 一股剧烈的危险 涌上了他的心头 危险 怎么可能 这危险的感觉 比起刚刚楚风眠的突然出手 丝毫不差 甚至是更加剧烈 只是这一次危险的感觉 却是令金圣族都有些迷茫 他施展出十之轮的力量 令周围的空间停滞 这样的情况下 危险是从何而来 不过这种本能的反应 还是令金圣族不敢小事 金圣族急忙的凝聚力量 在身边化为了一道金光屏障 将他的身躯 完全笼罩进了其中 被这金光屏障所包裹 就当金圣族 准备是寻找着危险来源的时候 他面前的金光屏障 却是轰然破碎了 一道剑光 打破了他凝聚出的金光屏障来 同时 一位年轻男子的身影 也是手持一把金色零剑 来到了他的面前 绝剑乌帝 怎么可能 那金圣族看清面前的年轻男子是谁 顿时脸色变得苍白无比 目光之中蕴含着不可置信之色 竟然是楚风眠 金圣族想到过 这危险到底是从而何来 却是丝毫没有想到过是楚风眠 毕竟刚刚 十字轮的力量 不是令楚风眠周围的时间都停滞了吗 对于没有掌握时间法则的舞者而言 时间之力是完全陌生的力量 无法触及到的力量 就连触及都做不到 更何况是对抗时间之力 十字轮的力量还没有耗尽 可现在楚风眠 竟然是挣脱了时间之力 来到了他的面前 可不等这金圣族惊讶回过神来 楚风眠的剑光 已经是毫不留情的斩杀而下 九玉 开天 哄 这一道剑光 楚风眠可是冲到了这金圣族的面前施展 剑光的斩杀之快 令这金圣族都是毫无防备 一道剑光 轰然将这金圣族的身躯吞噬 在这剑光之中 金圣族的身躯被疯狂地撕裂着 纵然是他身为化道之境顶级强者的肉身 也无法与楚风眠的剑光所抵抗 更何况 在接连的战斗之下 这金圣族本来就近乎游进灯窟 这一次遭遇楚风眠的接连攻击 更是已经毫无还手之力了 被这剑光完全吞噬 时间之力 你没有掌握时间法则 怎么可能对抗时间之力 这金圣族也明白他的失败 已成定局 不过这时的金圣族 却是冷静到了极点 他的目光死死地打量着楚风眠 似乎是想要洞穿 楚风眠不受十之轮影响的秘密 这力量 时间之力 你的身上 竟然也有着时间之力 你没有参悟法则 却是拥有时间之力 这是时间至宝的力量 十之药就在你的手中 金圣族的目光 死死打量着楚风眠 竟然是真的 令他看出了楚风眠的一些底细来 十之药 竟然真的在你的手中 看来传闻不假 你的废话太多了 楚风眠目光冰冷 他更是运转力量 催动着手中的十方神剑的力量 将这金圣族的身躯 彻底斩杀 看着金圣族的气息消失 楚风眠的脸色 也并没有几分喜悦 这金圣族 终究是 发现了楚风眠的秘密 这十之轮 就在楚风眠的手中 刚刚楚风眠 可以躲开十之轮的时间之力 突然出现在了金圣族的面前 他所凭借的 正是十之药的力量 这金圣族的计划 其实没有错 没有掌握时间法则的武者 是根本无法对抗时间之力的 这一点 对于楚风眠也是一样的 他也无法对抗时间之力 但是楚风眠 拥有着可以与十之轮对抗之物 那就是同为时间至宝的十之药 在金圣族运转十之轮力量的一刻 楚风眠也是催动了十之药的力量 两股时间之力交锋 才令楚风眠 丝毫没有受到这十之轮力量的影响 更是趁着金圣族大意之际 楚风眠突然出手 一剑便是将这金圣族给斩杀了 不过楚风眠 本是打算瞒住十之药在他手中的 但是这金圣族 还是看出来了 这倒是也不奇怪 毕竟金圣族掌握了十之轮这么久的时间 对于这十之轮的力量 自然是无比熟悉 而十之药 也是跟十之轮一同出世的时间至宝 两者的力量极其相似 这金圣族可以看出十之轮在楚风眠的手中 也并不奇怪 YYXS Law 只是这两大时间至宝 都已经落入到了楚风眠的手中 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只怕是会带给楚风眠 无穷无尽的麻烦了 不过事已至此 也已经是没有回头路了 更何况 相比于暴露十之药的是 今日这金圣族 若是全身而退地逃走了 才是对于楚风眠最不利的 楚风眠平复了一下心情 他的目光 也是看向金圣族肉身被斩杀的方向 九玉见地 第4625章 圆雪到手 作者 邵宇 金圣族的肉身被斩杀 一身血气 也被楚风眠完全吞噬 在这半空之中 便是只剩下了一个玉瓶 以及大概一人高的青铜轮盘 这一高的青铜轮盘 便是十之轮 现在这十之轮看起来 甚至都不像是一件仙器 在上面 已经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力量 刚刚金圣族催动十之轮的力量 再度是令时间停滞 而这一次时间停滞 却是将十之轮的力量 彻底地消耗殆尽 所以现在看起来这十之轮 就像是一件凡物一般 不过楚风眠之前 在跟金圣族交手的时候 可是清晰地感受到过 这十之轮的恐怖威能 时间停滞 凭借这一点 这十之轮对于武者的威胁 甚至还在十之药之上 十之药可以打开时间长河 甚至是可以在时间长河之中 召唤出古往今来历史上 许多赫赫有名强者的投影 但是这种强者投影 对于楚风眠现在这个层次的武者而言 却是已经意义不大了 对于武者之间的战斗 这十之药的威能 却是远远不如这十之轮 毕竟时间停滞的手段 实在是太过逆天了 尤其是对于 没有参悟时间法则的武者而言 这种时间停滞的手段 根本是无法对抗的 像是金圣族 可以在天龙之主三人的面前 夺取元血 甚至是 可以在他们三人的重重包围之中 都可以全身而退 所凭借的 正是时间停滞 尤其是在武者的战斗之中 一旦是可以令对方时间停滞一瞬 便是足以在这一刻 发动猛攻 一瞬之间 都可能奋出胜负来 相比之下 十之药的力量 其实对于 楚风眠而言 更加倾向于修行之用 不管是利用 十之药的力量 去打开时间之门 吞噬其中的太初之力 还是利用十之药的力量 去召唤出 时间长河之中的 一些强者投影 以参悟他们的武道 十之药在 楚风眠的手中 最大的作用 还是辅佐 楚风眠修行 提升楚风眠的实力之用 而看起来 这十之药 却是更加适合战斗 这两大时间 至宝的威能玄妙 各不相同 但是只有 当这两大时间 至宝 真正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才可以发挥出 其中真正的玄妙 楚风眠也想要一窥 这两大时间质保的 真正玄妙 不过现在 这十之轮的力量 已经耗尽 短时间内 也很难恢复 楚风眠也不急于一时 楚风眠大手一挥 也是将这十之轮 直接收入到了空界之中 十之药 十之轮 这两大时间质保 都是无法认主的 所以 楚风眠收取 这十之轮的时候 也是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 将这十之轮 很快收入到了空界之中 没想到这一次 前来神兽秘藏 竟然还将十之轮 得到手了 楚风眠脸上 也露出了几分笑容 得到十之轮 算是这一次 来到神兽秘藏的意外之喜了 这一次前来神兽秘藏 楚风眠所得到的好处 却是远远超越了 楚风眠之前的预计 先是斩杀了 那黑袍人荒神 从这荒神的身上 楚风眠得到了 他梦寐以求的 晶体五道修行之法 八荒神法 以八荒神法 重新修行 淬炼这墨浴晶体 这一切 也是让楚风眠身上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 墨浴晶体的力量 发挥出了真正的威力来 令楚风眠的实力大增 而现在 又是得到了十之轮 楚风眠这次冒险 前来神兽秘藏 却是赌对了 大转特转 甚至是斩杀了 这金圣祖之后 楚风眠的收获 却不只是十之轮 楚风眠伸手一抓 那一个玉瓶 也落入到了 楚风眠的手中 这玉瓶虽然是有着 隔绝力量的作用 但是依然是有着 一部分的力量 在这玉瓶之中 散发了出来 而这力量 正是主宰之力 元血 这一枚玉瓶之中 装载的 正是元血 这元血 乃是整个新宫 整个神兽秘藏 最为珍贵的宝物 也是金圣祖 神霄五帝等人 冒险进入神兽秘藏 真正想要得到的宝物 如此之多的强者 都是冒险离开了先帝纪元 前来这神兽秘藏 他们的真正目的 其实都是冲着这元血而来 对于化道之境巅峰的 顶级强者而言 他们想要令自身的实力 再进一步 都是无比困难的事 哪怕是千万年 无数个时代的苦修 都难以示 令他们的实力 更进一步 外物对于他们实力的帮助 都是极少 而这元血 便是对于化道之境的 顶级强者 都可以提升 他们实力的质保 他们接连的几番大战 都是围绕着争斗元血展开 而现在 这元血本是被金圣祖得到 只可惜 这元血还没有在金圣祖的手中 捂热呼 现在却是再度落入到了 楚风眠的手中 对于这元血 楚风眠倒是 没有其他舞者那般的渴望 毕竟楚风眠 曾经已经是得到过元血 凝聚出了元血血脉来 以提升了它的实力 所以这元血 对于楚风眠 实力的提升 没有那般巨大 但是这元血 却并非是简简单单一键 提升实力所用的宝物 在与那神像后裔的交谈之中 神像后裔可是告这楚风眠 这元血 甚至是牵扯一位主宰 星渊之主所留下的宝藏 一位主宰的宝藏 比起这元血本身 还要更加珍贵 打亮了一眼这元血 楚风眠便是立刻将其收入到了空界之中 他并没有着急 炼化这元血 这元血之中所蕴含的 毕竟可是主宰之力 想要炼化 却不是一朝一夕所可以做到的 需要一定的时间 更何况 就在楚风眠将这元血收入空界之后的下一刻 楚风眠的灵石便是注意到了 三道强横的气息 正在向着楚风眠的方向冲了过来 YYXSR 这三道气息 楚风眠自然是无比熟悉 就是那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三人 他们三人刚刚尝试围攻这金圣族 却是被金圣族以十志伦的力量 停滞时间 轻而易举地脱困而出 但是这三人 显然还没有放弃 想要争夺这元血的打算 一路是追了过来 九玉见地 第4626章 拦截三人 作者 邵宇 感受到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 这三位强者气息的逼近 楚风眠却是丝毫没有退后的打算 他甚至是一步踏出 就这样站在了半空中 等待着三人的到来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帝 可都是在这神兽密藏之中 收取了大量的宝藏 而且更加重要的一点 是他们三人 可都跟楚风眠有仇 显然既然是碰上了 那么也该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若是换作之前 还未修行八荒神法的楚风眠 他也许在夺取了这原血之后 便是会选择第一时间逃走 不会如此鲁莽地选择以一敌三 但是现在 楚风眠修行了八荒神法 他现在的一身实力 已经是今非昔比了 所以 纵然是即将面对三人 以一敌三 楚风眠也丝毫不惧 更何况 楚风眠这一次得到原血 以及十志伦的消息 应该是很快就要散布出去了 这天龙之主三人 迟早也会变成楚风眠的大敌 既然如此 倒不如 在这新宫之中 直接解决了他们三人 楚风眠的目光 都是冰冷无比 眼神之中蕴含着杀意 一股剑意 在他的身上积蓄着 随时准备以权力姿态出手 以一敌三 这样的举动 虽然是无比冒险 但是富贵险中求 若是可以将这三人斩杀 那么整个神兽密藏之中的宝藏 也都全部归楚风眠所有 尤其是那其他几尊先天神兽的骸骨 现在都应该是落入到了他们的手中 今日只要是可以斩杀他们三人 这一切宝藏 都将属于楚风眠 而得到了这一切的楚风眠 它的实力 也将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如此一来 就算是圆雪根石之轮 落入到楚风眠手中的消息暴露出去 对于楚风眠 也将毫无危险了 匹夫无罪怀必其罪 但是一旦是有着足够的力量 就算是楚风眠得到再珍贵的宝物 也无人还敢窥探 那金圣祖 到底是跑到哪里去了 该死 这时间之力 真是棘手 不管如何 先追再说 那金圣祖被我们联手击伤 逃不了多远 只要是能够追到他 那圆血 还有内石之轮 也将都落入到了我们的手中 天龙之主三人目光连连闪烁 全力催动这顿光 便是向着楚风眠的方向飞来 有人 是金圣祖 当看到面前天空之上出现的人影之时 三人的脸上都是露出了几分喜色 可是随着他们顿光的前行 这天空之上的人影逐渐容貌清晰的一刻 这天龙之主三人的脸色 却是骤然大变 绝见乌地 你还没死 怎么会是你 那金圣祖跑到哪里去了 三人看向楚风眠 眼神都是无比怪异 似乎是根本没有想到 楚风眠会出现在了这里 尤其是那天龙之主 他的眼神更是惊讶到了极点 他跟随楚风眠 进入到了新宫之中 便是一直在 寻找着楚风眠的踪迹 只是 不管是天龙之主如何寻找 他都感觉不到楚风眠的气息了 所以 在这天龙之主的眼中 楚风眠应该是已经陨落了才对 毕竟进入新宫之时 楚风眠已经是承受了 他权力之下的两次轰击 以他的实力 哪怕是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也难以用肉身去抵抗他的攻击 一击之下 就有着身陨的风险 更何况 楚风眠乃是以肉身 承受了他两次的攻击 楚风眠在如此重伤之下 可以进入新宫之中 已经是大大超出了天龙之主的预测了 而新宫之中 也是存在着危险不少 以楚风眠如此时重伤的状态 进入新宫之中 几乎是必然陨落了 所以 在寻找不到楚风眠之后 在这天龙之主的心中 已经是判定楚风眠已经是陨落在了新宫之中了 却是没有想到 楚风眠现在竟然就这样的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甚至是这天龙之主的目光看向楚风眠 他都感觉到楚风眠身上的气息都是无比雄厚 一股股的剑意笼罩在了楚风眠的身上 看起来楚风眠甚至是没有任何一丝一毫受伤的样子 这令天龙之主一时间都是怀疑自己眼花了 而那黑枪太使者神霄五帝看到楚风眠一样是极其惊讶 他们追踪着金圣祖的顿光到来 却是没有想到遇到的人不是金圣祖 而是楚风眠 绝见乌帝 你这是什么意思 阻拦我等 看着站在半空中的楚风眠 神霄五帝率先开口道 你跟万界之间的仇怨 比跟我等还要深吧 怎么你是打算来帮助金圣祖 阻拦我等 看着楚风眠挡在这里 这神霄五帝都是认为 楚风眠跟金圣祖联手了 虽然楚风眠跟万界之间的关系 乃是血海深仇 无法冲刷 但是在巨大的利益面前 再大的仇怨都有可能搁置下来 就跟金圣祖得到了元血之后 这天龙之主便是立刻选择抛弃金圣祖 而是跟着黑枪太使者神霄五帝联手 来对付金圣祖一样 快点滚开 我不杀你 那黑枪太使者却是更加直白 他的脸上都是露出几分焦急之色 楚风眠出现在了这里 而金圣祖又是不知去向 甚至是金圣祖的气息 都是消失不见了 要是让金圣祖逃出了新宫 甚至是逃出整个神兽密藏 那他们纵然是有着天大的手段 也再也很难找到金圣祖 不然的话 今日你得死 黑枪太使者 目光冰冷地看向楚风眠 只有那天龙之主没有开口 而是目光死死地在打量着楚风眠 他对于楚风眠的性格有所了解 以楚风眠的性格 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跟金圣祖合作的 再大的利益也不可能 所以 楚风眠出现在了这里 却是显得极其蹊跷 金圣祖 金圣祖已经死了 很快你们都要去跟他作伴了 听着众人的询问 楚风眠却是显得无比坦然 金圣祖死了 笑话 你以为就凭你 也有能力杀了他 听着楚风眠的话 黑枪太使者 吃之以鼻道 九欲见地 第4627章 以义敌三 作者 邵宇 黑枪太使者 根本不相信楚风眠的话 金圣祖的实力 可是丝毫不亚于他们三人 不然的话 在刚刚的交手之中 这金圣祖就早就陨落了 更何况金圣祖的手中 可是拥有这时之轮 这件时间至宝 在他们三人的围攻之下 这金圣祖都可以全身而退 现在怎么可能 死在楚风眠的手中 不只是金圣祖 甚至是那神霄武帝 天龙之主 在听到了楚风眠的话后 也是一脸不幸 甚至是认为 楚风眠现在的话 不过是在混喜视听 来为金圣祖拖延时间罢了 就连那天龙之主也是如此 虽然他也不相信 楚风眠会跟金圣祖合作 但是他也不相信 金圣祖陨落在了 楚风眠的手中 小家伙 不用在这里拖延时间了 将金圣祖的下落交出来 然后乖乖退去 今日我等可以放你一命 不然的话 黑枪太使者 不耐烦地开口道 虽然眼前的楚风眠 也是他的大敌 更是他心中的必杀之人之列 但是相比于圆雪 楚风眠现在就显得 无足轻重一些了 现在最大的目的 还是先找到那金圣祖 至于楚风眠 日后也有的是机会可以出手 不过这黑枪太使者的话音未落 却是只见楚风眠缓缓缓抬起了手 在他的手心之中 一座青铜轮盘缓缓浮现出来 什么 这是 石之轮 这是石之轮 这一座青铜轮盘的模样 天龙之主 三人可都不陌生 甚至可以说 那金圣祖可以在他们三人的围攻之下 全身而退 所依靠的 正是这一座青铜轮盘的力量 两大时间至宝之一的石之轮 石之轮怎么在你的手中 难道金圣祖真的死在了你的手里 看到这石之轮的一刻 众人的目光都是连连变色 眼神之中 虽然依然蕴含着不相信 但是在看到这石之轮的一刻 他们心中的想法 却是发生了动摇 石之轮 这可是两大时间至宝之一 论起价值 丝毫不亚于这原血 尤其是刚刚金圣祖正是凭借这石之轮 才可以在他们三人的面前夺取原血 甚至是从三人的围攻之中 全身而退的 甚至是这石之轮 更是牵扯这参悟时间法则 它的珍贵 甚至是在原血之上 这金圣祖绝不可能将石之轮 交给他人 就算是他的至交好友 都不可能 更何况是跟万界有仇的楚风眠 现在这石之轮 竟然是在楚风眠的手中 岂不是意味着 金圣祖真的可能陨落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而一旦金圣祖真的陨落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那么 不只是这石之轮 那原血 岂不是也在楚风眠的手中 不管那金圣祖是否死在了这小子的手中 既然这石之轮在他的手中 他必然知道金圣祖的下落 先情下此人再说 不错 这石之轮的力量 看起来是耗尽了 再也无法催动的 正好先解决了此人 杀 反正此人还活着 也是一个心腹大患 先杀了他 三人互相对视了一眼 一瞬间便是交流了一番 刹那之间 三人出手了 一道庞大的身影 轰然冲着楚风眠猛然过来 庞大的龙爪 遮天僻日 向着楚风眠轰杀而来 这最先出手的 便是天龙之主 他对于楚风眠的恨意最强 所以 这一次含恨出手 力量轰然爆发 催动到了极致 庞大的龙爪分化万千 向着楚风眠轰击了过来 小子 这一次 你可没有上一次的好运了 我可不会再 让你逃走了 给我死 天龙之主出手刹那 也是一股力量封锁空间 将着周围的空间完全封锁 绝不能让这小子再逃走了 紧随其后 那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第二人 也是一同出手 层层力量 将着周围的空间完全封锁 三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 同时出手封锁空间 一道道力量如同锁链 将着周围空间封锁 如同天罗帝王一般 如此严密的防御 就算是一位化道之境的舞者 也绝无可以从其中逃走的可能 这一次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骁武第三人联手 目光看向楚风眠 已经是如同看向一个死人 今日对于楚风眠 已经是起了必杀之心 要将楚风眠斩杀 楚风眠的逃命手段无比之多 这也是令他们三人 彻底地将周围的空间封锁 不给楚风眠任何一丝一毫逃走的机会 不过楚风眠面对这封锁 他却是站在半空之中 脸色一如既往的坦然 如此天罗地网 想要将其打破逃走 的确是无比困难的一件事 不过 今日的楚风眠 却也是没有逃走的打算 他既然是一直留在这里 等待着天龙之主三人的到来 楚风眠便正式打算跟这三人一战 将这三人斩杀 进入了新宫之中 楚风眠修行了八荒神法之后 也是令他的实力剧烈提升 再加上楚风眠在这新宫之中 有所机缘 这一切都是大大提升了楚风眠的实力 所以 今日以一敌三的举动 虽然冒险 但是楚风眠的心中 却是充满着自信 他要将这三人全部斩杀 如此一来 这整个神兽密藏之中的所有宝藏 也都将属于楚风眠 而且将这三人斩杀 也可以大大削弱三纪元势力的实力 更是可以打出楚风眠的威名来 足以令各方所忌惮 楚风眠现在得到了圆雪根石之轮 他若是选择逃走 那么未来窥探与这圆雪根石之轮的武者 也都会源源不断地来找楚风眠的麻烦 所以对于楚风眠而言 最好的选择 便是将这些麻烦 彻底扼杀在摇篮之中 只要是他的实力 足以施令各方忌惮 恐惧 那么这些宝物 纵然是在楚风眠的手中 也再也无人还敢来找楚风眠的麻烦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五帝 就是楚风眠准备立威的人选 再加上他们三人 可都是曾经出手追杀过楚风眠 跟楚风眠有着生死大仇 正好今日一起清算 九玉建帝 第4628章 汉战 作者 邵宇 八荒神法 面对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五帝三人的联手攻势 楚风眠轰然出手了 他这一次出手 也没有任何的保留 毕竟楚风眠已经是决定了 要将这三人 斩杀在这新宫之中 楚风眠自然是不会再有任何的保留 八荒神法的力量催动起来 瞬息之间 这十二万九千六百枚墨浴晶体的力量 都是如同被唤醒了一般 无穷无尽的力量 在其中源源不断地涌出 这些力量 也是令楚风眠的身躯 轰然变大了起来 乌神真身的姿态 瞬间浮现出来 同时在楚风眠的手心之中 一把金色灵剑 也是被楚风眠紧握在了手心之中 在这一把金色灵剑 被楚风眠握紧的一刻 楚风眠便是当即出手了 他这一剑 直接冲着最先动手的那天龙之主 斩杀了过去 面对着天空之上的千万龙爪 楚风眠同样一剑斩杀了过去 这一道剑锋斩出的一刻 同样是分化千万 每一道龙爪 都是被一道剑锋所无情斩杀 转瞬之间 天空之上的千万龙爪 都是被这剑锋所斩杀 怎么可能 你的实力 已经是完全恢复了 不 你身上的气息 怎么又更近了一步 怎么可能 天龙之主目睹的这一幕 不可置信地喊道 他刚刚没有将楚风眠放在眼中 也是以为楚风眠之前 受了如此严重的伤势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也应该很难恢复过来才对 可是这一次交锋 天龙之主才发现 他的猜测完全错了 现在的楚风眠 看起来不但是毫发未伤 甚至是身上的气息 比起之前跟他交手之时 还要强大得多 之前在新宫之外的战斗 楚风眠必然是已经施展出权力了 毕竟天龙之主也看得出来 那个时候的楚风眠 已经是游进灯窟 看起来已经是奄奄一息了 若非是楚风眠 正好是在最后关头 进入到了新宫之中 避开了他的攻击 那个时候的楚风眠 就要陨落在了天龙之主的笼爪之下了 可现在楚风眠的实力 分明是比起之前 还要强大了几分 如此强大的力量 让天龙之主一瞬间 便是相信了楚风眠之前的话 那金圣祖 也许是真的陨落在了楚风眠的手中 不过 天龙之主虽然心中惊讶 但是他的脸色丝毫不慌张 楚风眠的 就算是在这新宫之中 又有所机缘 实力更进一步了 那又如何 这一次他们可是三人联手 这黑枪太使者 神霄武帝 可也不是弱者 一身实力几乎不弱于他 以一敌三 楚风眠的实力 再强 也不可能做到 黑枪灭尸 就在楚风眠手中灵剑刚刚落下的一刻 这黑枪太使者 也是一步踏出 突然冲到了楚风眠的身后来 这黑枪太使者的速度 却是快得惊人 论起身法的速度 竟然比起那天龙之主 还要更快 这黑枪太使者 出现在了楚风眠身后 在这黑枪太使者的手心之中 那一杆黑枪瞬间浮现 一股蔑视之力 在枪风之上凝聚 向着楚风眠的背后 猛然刺去 这一招 也是黑枪太使者的绝杀一招 楚风眠刚刚的出手 也是让这黑枪太使者 清晰地感觉到了 楚风眠如今的实力 令黑枪太使者心中 收起了一开始的轻视 所以这一次出手 便是毫无保留 轰然出手 这一招 若是第一次遭遇 就算是化道至尽的顶级强者 也难以应对 非死即伤 看着黑枪 已经是抵近楚风眠的背后 黑枪太使者的嘴角 都是浮现出了一抹冰冷笑容 这一招一旦成功 楚风眠非死即残 可就在这黑枪 靠近楚风眠背后三尺之时 一道见光 却是瞬间出现在了楚风眠的背后 将这黑枪完全挡住 同时 这黑枪太使者 也看得楚风眠眼神之中的轻蔑之色 这黑枪太使者的身法 的确是神鬼莫测 不过这里可是星宫 在这里 楚风眠可以凭借这六大先天神兽血脉的力量 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一举一动 这星宫之中的一切 一点点的力量波动 都瞒不过楚风眠的双眼 所以这黑枪太使者刚刚出手 就被楚风眠清晰地洞察了 若是在外界 这黑枪太使者刚刚的一击 的确会有着很大的威胁 就连楚风眠也未必可以瞬间反应过来 但是这里是星宫 在这星宫之中战斗 楚风眠可是占据天时地理 这也是楚风眠有自信 可以以一敌三的资本 在这星宫之中 楚风眠才可以利用最大的优势 若是到了外界之中 别说是以一敌三 甚至是一对一 楚风眠都未必能够斩杀他们 所以楚风眠才决定 在这星宫之中 将这三人全部斩杀 在将这黑枪蔑视抵挡下的同时 楚风眠手中的零件 却是再度动了 他这一剑 直接冲着那神霄五帝斩杀而去 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五帝三人之中 这神霄五帝的力量最弱 楚风眠想要将这三人斩杀 自然是要逐个击溃 先解决了这神霄五帝 神拳 看到楚风眠冲了过来 这神霄五帝 也是早早积蓄了力量 这凝聚的力量 汇聚在拳风之上 一拳向着楚风眠 轰击了过来 狂暴的武艺 遮天僻日 将人身上的力量 都给镇压住 可是楚风眠 却是丝毫不惧 他身上的剑一爆发 瞬间将这武艺驱散 同时 楚风眠这一剑 也是跟着神拳斩杀了过去 这一剑 看似简单 但是楚风眠 却是就在这剑风 即将碰撞的一刻 轰然运转了 神像血脉的力量 神像之力 轰然爆发 汇聚在了剑风之上 粉碎三世 哄 粉碎三世的玄妙 汇聚在了这一剑之上 楚风眠都感觉到 随着他施展出 粉碎三世的玄妙 他身上的力量 都是疯狂地 汇聚在了剑风之上 这粉碎三世 乃是汇聚身躯全部力量的恐怖一击 足以爆发出十倍以上的威能 楚风眠在这神像十像之中 参悟出的粉碎三世 这一次 却是直接施展了出来 九玉剑帝 第4629章 神霄五帝 作者 邵宇 楚风眠这一剑 将神像血脉的力量 完全爆发出来 甚至不只是神像血脉的力量 楚风眠身上所有的血脉之力 乃至他身上圆血血脉的力量 也都在这一刻彻底的爆发了出来 轰隆隆 只见楚风眠这剑风之上的力量 越发的强大 甚至于楚风眠现在这剑风所过之处 空间都是纷纷破碎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五帝 三位顶级强者 联手不支出的天罗帝王 现在都是随着楚风眠这剑风的斩杀 连连破碎 这一剑的威力 可谓是恐怖到了极点 不好 这是什么力量 这种武道 从未见过 如此霸道的力量 想要施展出如此恐怖的一击 自身的肉身都难以承受 那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都是 脸色大变 楚风眠这一剑 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 只是简简单单随手 施展出的这一道剑风 但是看到这周围空间的接连破碎 这也是令他们二人明白 楚风眠这一剑之下 究竟是隐藏着多么恐怖的力量 而这一剑的真正目标 却是冲着那神霄五帝斩杀过去 这神霄五帝本是面对着楚风眠这一剑 一开始心中却是没有太多的重视 毕竟这一剑看起来是如此的平凡无奇 可是当这一剑的剑风 跟神霄五帝打出的拳风碰撞起来的一刻 神霄五帝的脸色却是猛然大变 他都是感觉到 他的力量在楚风眠这一剑的面前 就是如同浮游汉术一般的弱小 如此的不堪一击 仅仅是千万分之一的刹那剑 这神霄五帝刚刚凝聚力量 汇聚爆发出的拳风 就这样被楚风眠的这一道剑风所直接毁灭 力量被彻底吞噬 甚至是楚风眠这一剑的威力 都是丝毫未减 直接冲着那神霄五帝的方向 再度斩杀了过去 这一剑的威能 简直是就连一个小千世界 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毁灭 这种强大到极致的霸道力量 就连这神霄五帝都是第一次见到 这神霄五帝的武道 本就是无比霸道无敌的武道 可是在楚风眠这一剑的力量之下 这神霄五帝的武道 却是显得如此的弱小 如此的不堪一击 毕竟在荒谷时代之中 神像可是无可置疑的力量之王 甚至是在荒谷时代之中 一位真正的主宰 在力量上 都不是神像的对手 而楚风眠 现在参悟了神像十相之中 参悟出的粉碎三世 更是完美施展出了神像血脉的力量 令他这一剑的威能 显得是如此惊世骇俗 一声巨响 这神霄五帝的力量 被彻底打破 这粉碎三世的一剑 划破了空间 再度是向着神霄五帝的方向 斩杀了过去 神霄五帝这一刻 也是清晰地明白 楚风眠这一剑 到底是多么的恐怖 他的脸庞都是变得苍白无比 只见这神霄五帝 都是连连退后 想要躲避楚风眠这一剑的锋芒 但是楚风眠 又怎么可能放过这神霄五帝 他同样是一步踏出 令这一道剑锋 再度追杀过去 而几乎是同时 楚风眠 也是运转了十足天龙血脉的力量 天龙变 在这神霄五帝身边的空间 几乎是瞬间凝视起来 虽然这神霄五帝 在空间法则之上的造诣也极高 登峰造极 他几乎也是瞬息之间 施展出了空间法则的力量 破开了周围空间的封锁 可就是这停滞的一瞬之间 对于神霄五帝而言 却都是致命的 因为楚风眠的剑锋 已经是斩杀了过来 而这一次 神霄五帝却是彻底的退无可退了 轰隆隆 接连的爆炸巨响 这蕴含着粉碎三世玄妙的一剑 狠狠地轰击在了 这神霄五帝的身躯之上 只见就在这剑锋斩杀而下的一刻 神霄五帝的身躯 都是突然间变得血红 无穷无尽的血气 在这神霄五帝的身上爆发出来 汇聚在了他的身上 鲜血神躯 这一招也是神霄五帝压箱底的底牌之一 每一次动用 都需要大量消耗自身的精血 对于一位化道之境的顶级强者而言 一旦是动用这一招 他至少一个时代的苦修 彻底的毁于一旦 所以 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 这神霄五帝也不愿意动用这一招 但是现在 在楚风眠剑锋的威胁之下 神霄五帝却是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鲜血笼罩在了神霄五帝的身躯之上 竟然是隐隐约约 化为了十二万九千六百枚晶体的模样 晶体五道 这神霄五帝施展出的鲜血身躯 竟然是隐隐约约蕴含的晶体五道的玄妙 不过楚风眠只是看了一眼 他就一眼认了出来 这神霄五帝 其实并没有修行真正的晶体五道 这鲜血神躯 应该只是蕴含着晶体五道的一部分玄妙 但是跟真正的晶体五道相比 却是相差甚远 真正修行晶体五道的荒神 都不是楚风眠剑锋的对手 更何况现在这施展的 只不过是晶体五道一部分皮毛的神霄五帝 厚图武士 不过这神霄五帝 毕竟可是成名已久的强者 楚风眠这一次以一敌三 他自然是抓住机会 先解决其中一人 只要是先斩杀其中的一人 楚风眠的处境也就会变得好上很多 所以 这一次将这神霄五帝 逼入到了绝境之中 楚风眠可不会犯大义轻敌的失误 藤蛇血脉的力量 在楚风眠的身上 轰然爆发出来 一股股的力量 汇聚在了十方神剑之上 楚风眠又是握住十方神剑 再度施展出了一道新的剑术 厚图武士 藤蛇武道所化的剑术 跟那神像武道的粉碎三世不同 这厚图武士 虽然是在纯粹的力量上 没有粉碎三世的那般霸道 但是这厚图武士的玄妙 却是更加的厚重 这一点 对于这已经是被逼入到了绝境的 神霄五帝而言 却是致命的 本来这神霄五帝 面对着楚风眠这粉碎三世的一剑 拼命施展出秘术 却是还有这几分抵挡住的可能 可是接下来楚风眠又是一道剑锋的斩杀而下 却是让神霄五帝彻底的绝望了 九玉剑帝 第4630章 金沙大河阵发威 作者 邵宇 这一件厚图武士的力量 却是如同连绵不绝的山脉 这其中蕴含的力量 几乎是没有尽头 每一波力量结束之后 却是还有着更加强大的力量在后面 这种力量 彻底地碾碎了神霄五帝自身的力量 让他现在 就连任何的反抗机会都没有 这神霄五帝 竟然是被楚风眠一招击败 在这剑锋的力量之下 神霄五帝的身躯 已经是动弹不得了 死死地被剑锋的力量所斩杀 用不了多久 这神霄五帝的力量 也将彻底磨灭 他的肉身 也将陨落在楚风眠的剑锋之下 抗龙有悔 黑枪乱骨 几乎是楚风眠这一剑斩杀的一瞬间 两道身影 轰然地出现在了楚风眠的两侧 正是这天龙之主 跟黑枪太使者 他们二人的脸上都是 浮现出了几分猙獰 积蓄着力量 在逼近楚风眠的一刻 所有的力量轰然爆发 化为了这两道杀招 狠狠地向着楚风眠斩杀了过来 小子 死吧 就算是你的肉身再强 今日也必然要陨落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都是争鸣地笑着 刚刚楚风眠出手 强杀这神霄五帝 将这神霄五帝 都给逼入到了绝境之中 但是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二人 却是一直都没有出手相助 反而是在积蓄着力量 一直是在等待着这一刻 楚风眠刚刚施展出了剑术 现在肯定是力量最为虚弱的一刻 而他们二人 更是在一直寻找着这个机会 施展出了真正的绝杀之术 只见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逼近楚风眠的一刻 楚风眠 都是可以闻到一种血腥味 这二人 显然也是彻底的拼命了 底牌进出 竟然是已经选择燃烧了精血 这力量之强 令人无法想象 远远要超越他们之前的攻击 这一招 也是在他们的算计之下 对于楚风眠一击必杀的一招 两道杀招的力量 已经是逼近 楚风眠不到三寸的距离 这样的距离之下 楚风眠根本是没有任何避开的可能 而楚风眠的肉身在强 防御在强 在这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承受了这两道杀招 也只有一个肉身毁灭的下场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显然是明白这一点 他们二人的脸上都是 不由地露出了几分阴谋得逞的笑容 天龙之主之前 便是趁着楚风眠斩杀荒神之际 接连出手 差一点是将楚风眠逼入到了绝境之中的 所以对于这一切 天龙之主可是无比熟悉 这一次看到楚风眠第一个选择的目标是神霄五帝 他便是提前做好了布置 而且这一次 出手的人 可不只是天龙之主一人 更是还有黑枪太使者 两位绝世强者一同出手 却是不给楚风眠任何的生机 死吧 这两道杀招的力量 都要轰击在楚风眠的身躯之上 神速 可就在这一刻 必按血脉的力量 轰然爆发 只见楚风眠默念一声 他的身躯 却是轰然消失在了原地之中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两位无敌强者 联手积蓄力量爆发出的杀招 却是就这样扑了个空 怎么可能 这是什么神法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看到这一幕 脸色都是 震惊到了极点 眼神之中 充满着不可置信的神色 在他们的计划之中 楚风眠刚刚几乎是 已经陷入了死局 但是令他们二人做梦 都没有想到的是 楚风眠竟然是 可以在这一瞬间 催动神法逃走 这种神法 他们是闻所未闻 前所未见过的 不好 小心 在短暂的震惊之后 二人都是脸色大变 他们的心头 都是感觉到了一股 剧烈的危险 晚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 楚风眠冰冷的声音 却是突然响起了 楚风眠的声音 如同天道的审判一般 决定了所有人的命运 楚风眠声音响起的一刻 一道道法旗 却是突然飞出 这些法旗的力量 连接在了一起 一道巨大的阵法 轰然布置了出来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乃至那还只有一口气 奄奄一息的神霄武帝 都是 陷入到了这阵法之中 一道道金光 在这阵法之中流转 而所有 进入到了这阵法之中的舞者 都可以感觉到 这金光的沉重 这金光竟然是一粒粒金沙组成 这一粒粒金沙 看起来无比渺小 所以组成在一起 竟然是 如同一道金光一般 但是这些金沙看起来小 每一枚却是沉重无比 比起一座万丈高峰还要沉重 这些金光在他们身边流转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武帝三人 都是有着一种沉重的感觉 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神霄武帝 这可都是站在了 画道之境顶点的无敌强者 他们举手投足之间 都足以轻易毁灭一个小千世界 在这先帝纪元之中 在任何一处圣域战场之上 他们的出现都足以一瞬间逆转局势 一朝一世之间 足以毁灭亿万生灵 可就是如此强大的存在 竟然是在金光之中 感觉到了沉重 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几乎都可以感觉到 他们的身躯 在这金光笼罩之下 变得难以行动了许多 哪怕是简简单单的一步踏出 都要耗费 远远比起之前数成的力量 甚至是他们的身法 顿光都是减慢了足足三成左右 而这天龙之主 黑枪太使者 甚至还算是好的 那神霄五帝的情况 却是更加糟糕 神霄五帝 本就是在楚风眠剑锋的斩杀之下 力量被不断地消耗 他几乎是拼尽一切 爆发了一切力量 才勉强抵挡这楚风眠的剑锋的斩杀 但是这金沙大合阵的力量 却是将这神霄五帝身上 本就是所剩不多的力量 彻底地镇压住了 这神霄五帝惨叫一声 再也无法抵挡住楚风眠 剑锋的斩杀 随着一声惨叫 他的身躯轰轰爆炸开来 当即陨落在了楚风眠的剑锋之下 一身血气 轰然爆炸 被楚风眠所吞噬 陨阳法 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